最近宣布了通过了他们收购香港国庆银行在加拿大所有的经营物业和生意 他就好像13.5百亿来买这东西 加拿大国庆银行在加拿大有130间左右的分行 还有4200个雇员 Norman以前在银行银行做很多年,是否有十几十年了? 也有,我也在RBC做过,也有十几年 那你是加拿大国庆银行做的,RBC 你自己的看法 我也有经历过在被人收购的 在我过来这边帮美国一间政务公司叫Charles Schwab做分行经理 后来被Scotia Bank收购 我也有经历过 第一来说,这个收购 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可惜的 因为在加拿大来说 其实已经被五大银行控制了 再加上有些合作社银行 他们主要强在东岸和西岸 另外来说,你是唯一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是成功经营在这里四十年 就是HSBC加拿大这间 它也是占加拿大银行业,是2%左右 是的,它是2% 但是你都起码 你放出来也起码 不是只有虾搅烧买 你都还有一点东岸 或者剩下给人选 就是有多样东西 可以有个银行吃 就是你有多个选择给人 我认为选择方面来说 我认为选择方面来说 明显一些会影响到 在贷款那边 因为来说,很多时候 我听到一些人 譬如在那几家大的银行 譬如不能借钱的话 可能HSBC会批给他 因为可能他们的贷款 那个手法 或者那个要求不同 或者可能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什么 他们那个是限制 可能他们的空间已经用完了 譬如你想建Townhouser Townhouser的限制已经用完了 那可能HSBC才可以借到你 所以他可以一个选择给别人去选择 香港这些新移民 都对汇丰银行有个情意 既然以前我们持有港币 都会任着汇丰银行 发抄机构 用刮结构 是的 我其实本来也用过 我用过黄金银行 又用过HSBC HSBC在很多年前 我忘记了多少年 突然将很多客户不要 他送信给你们 你们跟他们的业务范围 是不吻合的 所以他们就建议你 三个月之内 就取消你的户口 你自己来取消 这个其实对于某些 跟他做了十多年生意 是一个很大的 创伤 伤害 以前有这么好的关系 跟经理插头插颈 突然间三个月 要你召售购买 把钱扔你走 我相信当时 香港汇丰银行HSBC 就在美国 遭遇到美国政府罚他很多钱 说他那些 money laundering 就是洗黑钱 那些 不记得透明 或者犯了一些违规 就罚了很多钱 而他在加拿大的业务 也因为这件事 就觉得我做你生意 赚你十元 一出了什么事 就被人罚 可能罚我一万元 那他就变成某些业务的范围 他就宁愿不做好 过担承这个风险 那么Norman 你也经历过这些情况 在银行业这么久 对银行来说 通常就是你不知道的 他突然间总部觉得 这类客人我们不想要 可能突然间 叫他们离开 也有可能的 但离开很奇怪 我觉得他最多是 下一筆贷款 他不再接你生意 不再做的 没理由是 现在做紧正的钱 都限你三个月之内 还清钱 原来走路 那这样我们不知道 这个我都听过 不同银行都有 在这里那几家五大银行 这些客户也有机会 有这样的要求 被要求 也有可能发生 被要求 是的 特别你做生意 那些 有时候不关你的事 可能你突然间有个客人 给你一张支票 你进去 那个客人是有问题的 那不关你的事 但是他trace就trace 都好像跟你有关了 可能他总部说 要把那些有关的户口 那就受影响了 我都不知道 他们这些人会告诉你 为什么 不过这种 其实都是很单方便 就是他大石宅死亡 他喜欢怎么做 你尚书无门 因为他做了之后 你说我想了解你 为什么要生我的帐户呢 人家不会给你解释 他不理你 他说 商业决定 是的 商业决定 他不理你 所以在这里 会不会他有你一个错误的信息 关于你的户口 而做了这件事呢 你无从契效 他不解释 他无从契效 所以你在这里 一定要有一个 叫做backup 就是你一定要有多个帐户 是的 所以他比如 今次的merge 的话 他的客户里面 他也会担心 如果他自己本身的后 hsbc的后户里面 已经有了rbc的帐户 如果他只剩下一个帐户 他可能会开另一间银行 开另一个帐户 如果他也不想 只剩下一个银行的用 那其实 举个例子 如果一些新朋友 新移民过来这里 是不是你建议他们 开多一个不同的户口呢 一个就是平常用 另一个就是 扔在一边做户口 我觉得是有这个需要的 你真的不知道 有时候 可能你的银行卡 被人家好像导用了 那里面 也要导用 而且这里的东西 你也知道 不是这么方便 你也要开车 又要去银行 可能做了一两件事 所以现在 上线资金也很方便 特别是 当你旅行海外的时候 他突然锁了你的帐户 但银行和银行之间 会否查证这个人的诚信度 诚信度会查证 但是这种关户口 就不会通 譬如这家 不接受你 你可以看这家没有市员 因为他不是真正在 credit bureau 你本身信用会有问题 他不知为什么 是觉得你看你不上眼 对 譬如丹曼说 例子当你去旅行 去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A卡不成功 就可能 你转得很厉害 突然间买贵东西 突然间補法 他怕你被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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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同一时间 拿一张B卡出来 B卡会不会都收到 这个信用的买机 就说 喂 小心啊 他刚刚才等我 应该不会吧 除非你也是 不会不会 有些客人是A卡 他自己的claim 就是说 刚刚买完包包 然后买戒指 然后 所以卖不了 突然间 我觉得这些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真正 银行现在很关注 因为政府 而不打洗黑钱活动 所以我和银行的人 都知道他们说 譬如你到处都摆了一些钱 三四个地方摆了钱 如果你是譬如 突然想买一个民业 你要把钱集中 譬如这里写20万 那里写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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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不同的户口 集中一个户口 然后翌日写一百五万 这样 他这些呢 这些是麻烦了 他马上踢你走 即是你的交易是通过了 过完之后 过了几个月 他就说 你的银行操作模式 和我们的 缘分已到 要求是 那你又不知为何 因了解 虽然全部都是你自己 是的 现在我说到这件事 很多新移民的朋友 其实来到这里 暂时可能不会 不过其实 譬如香港现在很多的 线线资金 或者全世界都是 你做了一些交易的时候 通常要验证码 有些人是身处了 去了外地 就收不到验证码 就算他拿着 香港的号码 他也收不到 那个SMS 因为他的IP 已经在其他地方 然后他做不到交易 也顺便可以 确认你真是人在外地 然后就在香港 处理香港的钱 可能一单半单 没问题 但长期就会 制造多一个原因 我也是跟你做生意 但如果他的电话 号码 的SIM卡 是在这里 电话能响到 在这里收到訊息 但是你在香港的验证码 你没有理由 做个604 给他 不是 604真的不行 那你可不可以 唯一就是要保留 你的852 那个码 但是 有些朋友 在英国 已经收不到 那张852的SIM卡 都收不到香港的SMS 那个银行的SMS 不是普通 就是朋友 好像是VLOG 是 就是他有VLOG 可以知道 你不是香港 所以不能验证 所以他的Transition 就可以了 没错 我也听过 有这个情报 是啊 所以 已经不能选择了 不可以 就这样 好像是真的 如果你在香港有家人 如果你在香港有家人 香港有家人 即是怎样 他帮你收到 你把卡在香港帮你收 即是你所有东西 在香港发生 就可以了 那他当然不知道 但是 只是幕后操作 你不是自己人在外地 自己操作 那就是不行 是啊 北加拿大的银行 就好像 没问题 譬如在加拿大操作 你就回到香港 只要你在加拿大电话 收到信息 他的验证碼 是啊 他到处都通 我在中国大陆 都收到加拿大的信息 没问题 香港银行 好像这边真的收不到 有852都 对 你说得对 在加拿大也收不到 不只是英国 是的 有些香港银行 已经做得到这些事情了 以前就没有东西 以前全部都通了 是现在可能 是这一两年而已 我两年前来的时候都还可以 现在开始有些阻振 即是你用不到香港的钱了 没有 香港要留一个女朋友 在帮你收费 他会不会 他会不会说 你要签一份份 告诉他 你在海外的时候 所以他才让你这样做 他会不会说 他没有签这份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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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现在 除了验证码之外 也有一些 进行Apps 进行Apps 他可能 查看IP 已经知道你不在 他也有些不同的信息 或者他有些功能 是用不到的 这100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1000元 请即订购支持